5点21分来看天气 我是吴轩童 今天受到了华南水气 加上东北季风 所以在今天 苗栗以北的雨 都是比较多的 尤其在东北角 以及在宜兰 这一块有来到大雨 或者是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这两个地方 累计雨量都在100毫米以上 还有在台北市的山区 晴天岡雨也是比较多 而这雨预估到了明天 华南水气会减少 但是东北季风持续的存在 所以我们要来看到明天 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 还是来得比较高 但是中部地区 开始恢复到多云稻晴的天气 雨就会变得比较少 而北部的温度大致范围 落在18到23度之间 中南部地区要注意的 就是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而在中南部地区 虽然日夜温差大 但是天气是好的 再来要看到的是一周的降雨图 在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日 是一个逐渐降雨减缓的过程 礼拜五的时候 北部地区的降雨范围会缩 但是雨量有时候 还是局部地区会来得比较大 而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整个降雨会再限缩一些些 而且整个总雨量 也会变得比较少 礼拜日礼拜一 相对是一个天气 比较稳定的一天 不只中南部地区 连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也不太会下雨 但是要到了礼拜二的时候 下一波的冷空气要南下了 这时它的前缘 会有一条封面先通过 所以北东地区的降雨 几率又要再度的提高 到了礼拜三水气更多 降雨一样是在北东 而雨也会变得比 原本礼拜二的时候 还要来得再更明显一些 最后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温度 在这一周 其实温度大致上 北部都是落在18到23度左右 到了礼拜六 礼拜日礼拜一 温度会逐渐的回升 尤其到了礼拜一的时候 不只中南部地区高温28度 甚至连北部地区的高温 也会来到26度以上 局部地区也有可能出现 27到28度左右的高温 而下一波的降温 有可能会挑战冷气团等级 代表北部低温 是有机会会下滩到14度以下的 那么台北市的侧站 也不排除 有可能会出现 14.5度以下的低温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来做追踪 这里是TVBS12明天所制播的 Pakai节目新闻幕后 我是Lulu 夏甲露 带您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 快上Pakai搜寻 新闻幕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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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